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2023年的台湾总统大选民调 可文哲冲第一啊 哎呀我的天啊 蓝绿都快崩盘了吗 还是要昏倒了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蓝绿磨到厚厚呢 郭寒还要掺一脚呢 沙喀都还是西喀都换猴吗 朱立伦已经说了不可能换猴 那不可能换猴呢 哎这中间有猫腻哦 好为什么不换猴 明明是吊卡位的猴友仪 他不愿意换猴 到底心里有什么盘算呢 我们来看下去咯 来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哎呦我看到这个样子 你看TVBS最新民调 康文哲首度领先33% 一下子上升10% 把这两个都打在地上趴了 来赖清德来到了30% 虽然上升3% 侯友宇从17.9%来到了23% 其实民调都有开始在上升的 其实已经6月底了 所以我们在6个月以后 我们就要选举了 那么台湾的总统到底会是谁在出现呢 如果郭台铭独立参选成功 那可能 柯文哲 陪爱挫 爱挫挫挫 为什么 但是台湾有一个很特殊的没有例外 除了李登辉是念东京帝大的以外呢 其他都是台大的 好那么侯友宇最近要去台大演讲了 他到底能不能过关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候选人当中只有柯文哲是台大的 而且他在台大的医院 做医生做了几十年 好那我们来看下去呢 到底呢 这个台湾的总统大选 我们的好戏正在上场呢 你看吧 之前海洋老师有预言嘛 不要小看柯文哲 他在说的 诺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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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把那两个都试死了 这两个一直往下掉往上掉往上掉 一个掉到已经苦不堪言 那个侯友宜 可怜侯友宜 这个赖清德一直都维持在他的30% 30几个%本来37% 那最近又掉下来30 被柯文哲一下子暴冲10% 你看看这样子的话呢 这蓝绿两党到底呢 要怎么样来因应这个总统大选呢 我们继续看 好那当然国外的人 美国也好 日本包括很多的亚洲国家 包括欧美国家 其实大家都眼睁睁的在看着 到底台湾的总统大选会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好现在最可怕的是 原本民调第一的柯文哲呢 而言呢 很好的筹码 好那现在他呢 可聪明的柯文哲呢 看到的是危机 侯真的这么弱吗 大家都说 大家都知不可能 那他也真的因性烧案败下阵吗 也不会靠分裂蓝绿的票呢 然后柯文哲当然也明白 当然蓝绿集体夹杀 白才是恐怖的开始 这两党有政党的力量 柯文哲的政党力量太薄弱了 他真的太薄弱了 那如果这样子到后半段呢 我们现在看到是中半段 那现在呢 也不要太惊喜 后面的问题才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赖政营呢也传出 改变政策 不再打猴冷磕 而是呢 猴磕兼弓 控狗狗 看到没有 现在绿营要出手控狗狗 先把猴打垮了以后呢 再来打磕 但是现在柯一下子暴冲十个波险 这两党都有政治资源 柯文哲的政治资源是最弱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代表什么 台湾的百姓希望改变所有的一切 因为看到这两党 好像已经遭到百姓的 也不能说讨厌或唾弃 只能说伤心 我用伤心来形容会比较贴切 对不对 因为经济不好嘛 然后国政危机很多嘛 然后两岸关系处得很差嘛 然后天天均言嘛 然后经济又很不好嘛 所以呢对这些政治人物呢 开始产生了不信任感 最主要是这样子 这个百姓对这两党的政治人物 产生不信任感的危机来了 好那柯文哲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多的选票呢 没有 得到这么多的支持呢 对不起不是选票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他 你不要看他无厘头 常常吃一溺溺溺溺溺溺溺 快把这两党夹死了 你看到没有 好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柯文哲 你不要说他亚哥 什么亚哥博 亚斯伯格政 我不想要亚斯伯格政 来 不过是这样子 我建议大家 你们可以留言 因为真的你们想改变吗 如果你们想改变 大家希望过好日子的话 好好的判断一下 我相信呢 每一个政党呢 有每一个政党的优势 但是呢 这三个政党里面呢 现在反而是第三势力的崛起 好我们继续看 好郭台铭呢 近期动作也很多 既上周拜访的屏通县长呢 周点玉以外呢 更低调的和云林前县长张荣卫会面 两人还实质紧扣 好就连韩国于生日宴上都找来张荣卫 谢点玉呢 谢点玲等人的参讯 通通都是侯雨 想见却见不到的 看吧 地方势力有多大 你不要以为这些人啊 像周点玉啊周点玲啊 这些张荣卫啊都是地方势力派 地方势力派你知道有多强大吗 国民党深耕了几十年的地方派系呢 不能小距啊 所以呢 我觉得侯有余他就是太过大意了 自认为说我现在就是新北市的市场我选票最多 我跟你说啦真的啦 你去你去哦那个那个什么云林啦高雄啦屏东啊你去走一趟台南走一趟看看你就会知道 那个人情能软哦你自己要能软自知啊 平常不经营哦一下子想来贴热脸很难的啦 好通通都是侯有余想见 却见不到人 显见呢侯想要正荷兰赢呢 获得郭台铭韩国瑜帮助 还需要努力 如果郭台铭执意哦 现在已经人家在联署了 他的联署书如果超过呢 这个独立参选的门槛 我相信他真的会力拼一下 但是呢因为他没有政党的后面的支持 帝王派系反而是他的最大支柱哦 不要小看哦 包括呢花莲花东一带 都是他这些派系哦 都是侯有余哦 通通得罪的人 所以呢国民党基本上已经分裂成两个盘了 好一碗盘子是呢 哎呀朱立伦跟侯有余捧着 一碗盘子呢是去支持呢郭台铭跟韩国瑜 韩国瑜呢现在是呢 他也是 应该心有戚戚烟啦 不过我再讲一次 当初 我记得呢 2008年的时候呢 是不是蔡英文跟 跟那个 马英九竞选嘛 那马英 对马英九选赢嘛 蔡英文选输嘛 但是在下一届的时候 蔡英文又出来选嘛 所以不见得选输人就没有未来呢 你要知道哦 不见得哦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你看蔡英文他就是 选输了一次 然后继续选他就选上了 而且连续做了两任的总统 所以呢台湾的政治圈哦 其实相当复杂的 我们继续看哦 好 那就连韩国瑜生日宴上呢 都找来张荣卫啦 谢典林啦 胡志强等人的参讯 FB天文一发出 更是近6万人按赞 破6000个留言的超高网络声量 好 前韩市府团队呢 也齐聚一堂呢 为韩国瑜呢 献上呢 66岁的生日祝福 舔郭派的张荣卫呢 谢典林出席的韩国瑜生日宴呢 格外引人注目 最主要难道呢 船中的郭台铭 独立参选的合作对象 是韩国瑜引人猜测 好 这个人曾经为了在 2008年要选总统 不是 2020年要选总统 这两个差点翻脸了 那当然是不是能够呢 进去新节 我觉得有机会 为什么 这两个呢 基本上 一个没有选上嘛 然后一个呢 是被 被干掉了嘛 那所以呢 在国民党里面呢 现在整个派系看起来是分裂的 那如果再这样下去 侯宇宇有希望吗 好 那个未要案 当然就是 我觉得啦 到现在炒成这样子 当然侯宇宇也要负责任啦 那最主要的 我觉得现在刚好是因为 侯宇宇要选总统 所以拿来政治操作一下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态 情势啦 那我是猜测啦 疑似啦 那也不一定是真的啦 不过呢 这件事情是相当大的 就像性烧案一样的 也火烧不断啦 很惨 所以呢 我们就不讲这个中间的细节了 因为呢 基本上呢 现在有很多医生呢 检调单位已经介入调查 那到底呢 这些孩子们呢 你看到秃头啦 现在把头发剃到 建根底的时候呢 才有办法验嘛 现在已经有验出来了 有毒哦 确实是哦 所以呢 6月18号呢 集结了一堆 几千人的集会 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呢 家中有幼儿的家长们 受到幼儿园的 这个托药同意书 我觉得这也是 内容不外乎学校老师 在客厅的情况下呢 拒绝家长要求喂药了 那这个事情的延烧呢 是烧到侯友宜的头 跟他的屁股都烧了 所以呢 接着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吗 侯友宜如果这件事情呢 没有办法处理的很完善的话呢 就像呢 赖清德的信烧案 民进党的信烧案不断的延烧 那会变成呢 大家对民进党这些立法委员啊 民意代表的甚至呢 某些特定的人士啊 名嘴啊 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没有信任感 我讲这个是最大的危机 一个人缺乏被人信任的时候 他是危机四伏的时候 因为呢 而且呢 赖清德出手比较晚 对于信烧案 他几乎也没有办法控制 他几乎也没有办法控制 不断的报 每天报 现在烧到演艺圈呢 很多演艺圈呢 也在报啊 好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 是不是呢 我们今年就是一个总结呢 没有错 算总账因果的时候了 因果报应不爽 算总账的时候来了 所以我常讲哦 人哦 有些时候呢 你如果一个不小心哦 就会让自己本身碎苦啊 要小心啊 好 世代力量呢 立委呢 兼党主席的王婉玉呢 6月18号发起呢 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那个药 药物的药 这个活动 现场超过2000多位家长 及幼儿于新北市市府广场 为孩子的安全呢 发出怒吼 新北市府呢 应该要给大家真相 新北市府呢 应该要守法 勇于承担行政责任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世代力量呢 当然我们知道他比较亲侶啦 那所以呢 当然他某些的政治操作呢 也会打击到何友谊 好 那我们继续看 何友谊呢 在19日将出席台大的 校园总统马拉松的座谈会 不过呢 有媒体报导 将有数位过往呢 有陈抗记录集 及参选社运的人士呢 报名增加 担心会有支扰情势 市民报名学生只因呢 被人呢 肉搜索 他们指引主办单位泄漏各支 要求呢 猴子竞选活动主办单位说明 而且喊话猴友谊呢 直球对决 大家都是拎 拎着什么棒子来的 准备棒打猴友谊吧 好 所以呢 在这个阶段上面 不管任何的议题 我们就要看一看 听一听 然后呢 不要把它当真 有些事情呢 就是真的在政治操作了 我们继续看 好 猴友谊呢 19日呢 那个 将出席台大的这个 校园总统马拉松做谈会 也被外界视为能否呢 扳回颜面的重要一局 猴振营呢 相当重视此次的演讲 不仅呢 采 事先采砂盘推演 好 那就当天的情形进行呢 这个什么 进行模拟甚至是 遇学生当面呢 等抗议的工坊 好 甚至还找来国民党立委 陈以信呢 备战一对一的演练 应对学生呢 快捷做问答 此次呢 演讲将阐述两岸 外交居住与经济等 关键的议题 外界集体关注 我想呢 猴友谊这次 如果在台大的这个演讲 没有办法获得 大家的认同的时候呢 我相信他的政治路途 就到此为止 真的 就会到此为止 为什么 你如果是要选总统的人 就像韩国瑜 现在没有位阶啊 对不对 能力再好都没有用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政治人我其实是很现实的 你在政治的这个场子里面呢 如果你不能成王成后 我讲句真的 后面就是成王败后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呢 其实我现在刚才讲的一个 最大的重点是什么 侯友谊 你准备好了没有 你如果没有准备好 将来 在过半年以后 你恐怕还是沦为老三的话 那国民党也就被你们玩完了 那如果呢 蓝绿的磨刀霍霍呢 郭台铭呢 独立参选 我刚才讲过 国民党现在分成两大派 一派就是什么 就是呢 学院派 那谁是学院派 那就是朱立伦嘛 那一派呢 就是土系派 土龙 土龙派 这样讲很很贴切吧 一个学院派 一个土龙派的 土龙派这些人呢 这些人呢 基本上是挺韩国 不挺韩国语以前啊 现在是挺郭台铭 好到现在为止呢 你看那个陈玉珍 接受三立的媒体采访 他居然说什么 我是挺对国家有帮助的人 对吧 他不讲我挺侯友宜 真的 自己国民党都没有办法挺哦 那这到底侯友宜是 人缘有这么差吗 看到这里你有什么感想呢 好我们知道呢 韩国语呢 当时呢 如日中天的声望 是他一手自己打造出来的 侯友宜呢 是等着我呵呵这台事等着征召 他被征召以后呢 哎 呃 呃 呃 变大尾 那没办法 对人家是征召的嘛 那 这征召的过节呢 细节当然问题很多 好最重要的还不在这边哦 好最重要侯友宜有没有办法面对美国 面对中国面对所有的国际的局势呢 来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 而呢台湾呢如果他真的能够选上总统的话 那又会是什么样的太师呢 大家都知道 其实 他的自我防护太强哦 自我设限跟防护太强 那自我设限防护太强哦 好像就是说你们都没有那么好 好像他最好 这点哦在政治圈里面哦我跟你讲 人家说混水摸鱼嘛 没有清水无鱼嘛 那你这个政治圈里面 不管任何一个商圈政治圈都一样 没有办法完全哦让你去 用你的想法去看待这样的一票人 你看民进党最近出的问题一大堆啊 一大堆 那一大堆以后呢是不是要善后 那他在这中间哦也太过哦 我们不能讲说他太过漠视选民啦 他太不注重选民的感觉啦 应该这样讲啦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2023年啊 八百更运土运哦 在最后的下半年 就是呢因果减四的最后半年 所以呢我们在2023年呢 柯文哲真的能冲第一吗 不见得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郭台铭独立参选 那些郭粉啊韩粉啊 又会回到郭台铭身上去了 如果韩国瑜还愿意帮郭台铭站台的话 那恐怕就是两大战将的主力长 好接着下来 这个戏卡都这个戏嘛越来越新啦 谢谢你们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我们持续关心国家大事罗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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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